香豆、植株和种子都可食用。是很好的调味品。植株和种子含有香豆醋。是天然香精的重要原料。种子含有丰富的半乳甘露续糖胶。是重要的化工原料。主要的优良品种有玉门香豆子、新疆香豆子、青海香豆子等。 所以,西北人都喜欢用香豆做花卷饼子。非常有味道兮兮。适量中筋粉。加点盐。用开水边烫边搅拌。温度稍稍两点。不烫手时合成面团。盖盖饧发15分钟左右。准备香豆粉。饧好的面团。不再揉。做成长条。借三份。每一份揉成圆形。 用擀面杖擀开。擀成薄饼。放些菜籽油和香豆粉。抹匀。卷成条状。再卷成圆形。再用擀面杖擀开。擀成三厘米厚的薄饼。电饼当预热。抹些油不喜欢油大的可以不抹油。放入饼胚。烙饼键开始烙饼。翻面。金黄香酥的香豆烫面饼就做好辣爆爆。